如果非得和一個人發生關係 才能世界和平 你會選擇 1.Tony Chen 2.王力恆 3.吳宗憲 請作答 如果非得和一個人發生關係 才能世界和平 你會選擇 1.Tony Chen 2.王力恆 3.吳宗憲 請作答 等一下這個太難了 這個要選 世界和平 為了世界和平 世界獎會活動 對 這麼有愛心的一個天使 我可以再去書單一次 算過跟武中小啊 沒有 這個問題很 給你選 1.2.3 我當然選王力恆啊 你看嗎 我想都不要想啊 好 那你也一樣對不對 可是這怎麼選這三個不回答 哎唷 你們這個問題 所以世界和平跟王力恆是比較重要 世界和平 好 真的 對啊 世界和平 然後很重要啊 所以跟任何人都可以 為世界和平對不對 剛好哥 什麼事 唱一首自由 來 1.2.3 好吧 他拿這個來教我 所以三個人都不要 不要 Tony Chen 不要 好吧 你要 我想世界不要和平 沒有啦 世界和平啦 對啊 這個問題 OK 好 下一題 請問 如果你現在可以許願 你不希望記者問你什麼問題 請作答 再問那個感情的問題 不准再問感情問題了 對 好 請問 你最近的感情狀況如何 請作 嚇人了 怎麼會這樣 我覺得很丟臉 對不起 可是你剛剛學的願望 並沒有實現 我們說如果嘛 如果你可以學願望 如果就是沒發生 上一題才這樣問 然後 所以目前 好啦 我聽你回答 就寂寞是5分 所以 對 1分到10分 然後你選5分的意思就是說 還好對不對 還好 就是什麼 因為還蠻多工作要做的 可是什麼 什麼moment會讓你覺得說 啊 好寂寞喔 就工作回去一個人 一個人腳痠的時候這樣嗎 其實很難耶 我覺得很難有這樣 我覺得有時候女生 是在看完一個 很浪漫的愛情電影的時候 對 或是聽到一首情歌 突然那一句話的時候 但是你說 回到家 因為回到家裡有家人啊 還好 對啊 還好 然後 然後 你工作的時候 還是有朋友會在嗎 對啊 妳不是有男友 妳為什麼還會覺得寂寞啊 還是會啊 妳一個人回到家說 因為並沒有天天見面啊 所以其實 我覺得就是 有時候是 瞬間的感覺 對 對 會看到一個電影的時候 還是會 我覺得那個寂寞 並不是有沒有那個伴在 而是 因為其實沒有 人是完全百分之百適合 都是還是會有一些摩擦 對啊 你就算 對 其實 有些時候 你 當你 很清楚自己 要的是什麼 或是在做什麼 有事情做的時候 其實不會 可是我現在有個問題是 你現在很怕抬到感情的事情 可是你唱的都是情歌啊 所以其實感覺上 你的情歌都是那麼的澎湃 那麼的豐富 因為我相信就是很多 妳是要叫他出福音歌專輯嗎 是啊 而且像包括這個最新的專輯 一定是很投入感情 才能唱好這些歌對不對 是啊 對 其實唱 唱情歌就是 你必須要有一些 除了自己的經驗之外 然後還有 你可以聽聽別人的經驗嘛 然後看別人的故事 然後 你再把它幻想成 好像是自己經歷過的 然後你就可以唱出這些歌 那妳自己發燒的時候妳有哭嗎 有啊 我愛哭啊 好 我自己發燒就會哭 我已經生病四天了 然後我都沒有去看醫生啊 就是工作完之後回到家 就自己躺在床上的時候發燒嘛 那當時在想什麼 就覺得我怎麼那麼可憐 然後就哭了 對 可是哭完了之後又覺得 是我自己要在家裡的 我可以打電話找助理 可以打電話找誰 帶我去看病啊 那妳為什麼不去看病 不是 那時候這時候是需要一個男人 妳這時候需要一個男人 真的 朋友是沒有用的 公司是沒有用 就是要一個男人來秀秀妳 然後寶貝怎麼了 走帶妳去看病 然後這樣 換爆獎來讓我氣 欸 讓我氣了嗎 不是 我現在鼓勵妳要快快找一個男朋友 找個男人 有啦 我並沒有說故意不找還是什麼的 妳剛剛有一題說妳不把男生 就是妳從來都不追男生就對了 因為比較不好意思吧 對啊 其實你們大家看我好像是 啊 對 很熱情 對 可是我覺得我比較沒辦法 除非是真的就是 那個對方就是眼對眼 然後就看到了 然後就釋放好感還是什麼 有發生過嗎 當然有啊 眼對眼然後電到 當然有啊 妳這樣講好像我從來沒談過戀愛 有啊 當然有啊 那後來有好的發展嗎 有啊 有 哇 好棒喔 好 那剛剛有一題 自然一點 我們先請大明星回到她的比較舒服的周圍 這個好亮喔 對不起 那杯子都沒有用到 對啊 我剛剛 帶回去摔好了 表現了 好 張惠妹剛剛回答一題說 如果有人求婚的話 考慮一下之後再說 可是會答應 會答應 所以是結婚並不是不可能的事嗎 對不對 結婚啊 雖然沒有 我其實現在沒有想 我真的是沒有想過 那 因為 工作現在還有很多事情是還沒做到的 好 請問到目前為止 幾次是有真的認真的停下來想過說 我此刻要不要結婚了 有過嗎 沒有 從來一次都沒有 真的 我跟你講 真的 所以張惠妹妳不是那種 跟一個人交往的時候是以結婚為前提的 從來都不是 不是 然後就很接受那種說 感情到一個地步 結果沒有達到結婚的狀態就算了 就這樣 其實就是這樣子啊 我覺得所有女孩子會像 只是會很多現實狀況 對 阿妹沒有吧 完全沒有啊 她不會覺得說一個 很安定的一個家庭 然後會想要一個小孩子 而且沒有 因為 當然 因為妳會養狗 對 其實都是會想要喜歡小孩的喔 沒有 當然會 妳會想說以後 妳的必經 妳要經過的一定是結婚 然後有小孩子 一定會有嗎 一定會有的啊 可是妳還是會想的嘛 只是現在是完全還沒想到 對 我以為妳們是說現在是不是想到 所以妳計畫中的完整人生是包括結婚在內的 包括 而且要有小朋友 因為我很喜歡小孩子啊 妳沒有說為了要有小孩而努力找一個可以做爸爸的人這種事情 可以做爸爸的人 妳有在心裡幻想說 我跟這個男生如果生出來小孩會是比較理想的嗎 比較高度 妳希望他配了之後生出來小孩高一點啊 什麼這樣 配的時候啊 這個場面我也是沒辦法想像此生我可以看到耶 怎麼說呢 就是阿妹會在現場出現 然後另外搭配兩個人是我真的 是 是還蠻樂見他們同胎的 因為我 我知道妳的意思了 因為那算是很 就是說因為黑人的人脈的關係 所以有一位伴郎是一位天王 然後有一位好友是一位籃球員 妳怎麼沒有想要躲開 不是 謝謝 是 謝謝 就是 像大神 就像妳剛剛說的黑人他很多的朋友 那我們 其實我們大家都是朋友 那很多時候 其實我們沒有什麼 太奇怪的感覺 沒有戒定 對 但都是媒體啊 或者是外圍的人會覺得 欸 來看喔 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 好玩耶這樣 其實是OK的 所以當天妳會很大方的跟對方打招呼 我一定會打招呼 但是呢 前提就是說 那一天是黑人跟范范 他們是主角 所以 我真的 很害怕就是會 模糊 對 所以 他們有一個 就是 媒體採訪區 對 或者是什麼流程 整個婚禮的流程呢 或者是 after party的流程 我覺得我們就是都聽他們的安排 該 我該上我就上 我該在現場就在現場 不在就不在 對 所以妳會願意接受媒體的訪問 因為他們一定會問這些啊 就是 妳是說妳要任憑黑人的安排 會 其實他們會有一個製作的team 就是幫忙整個婚禮的安排 對 所以妳可以想見那天記者 會有多激烈的問妳說 妳看到王力宏了沒 妳看到 那個誰誰誰了沒 誰誰誰 妳現在 妳現在這樣會不會太晚了 不是妳 妳現在知道我的那個拿捏的尺度 就是越是假的 我就越敢講出名字 好 所以就是有些名字 我就不好意思提啊 對 所以妳會已經做好準備要面對那些 我覺得我應該那天不會面對吧 因為 妳認為會安排 起碼不用面對這些事情 對 因為我不應該是要那個 就是太多教訓 對 真的不需要 好 那就這一題 妳沒有部分的問題的話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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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